我來看中國福建省十月以後 還在公佈第三次的火台政策 最後是要去以後人館 去到中國來做工作 有日期是因為說 這優格是在對台灣通證 不過也有學者是任期 中國這次做過 還是因為全球現在以後在大欠缺 現在中國就在日本 就在支台灣的以後人材 截至目前 福建省累計引進台資企業 2.5萬多個 將進一步優化福建設台營商環境 縱深推進廈門綜合改革 4點 設立福州馬祖產業合作園區 建設平坦兩岸共同市場先行區域 中國各大方法經營 主向連接的拜三在記者會宣布 中國要寫福州馬祖三夾合作園區 立正一天福建省也提出全台進市 又來臺灣以後人館去中國做工作 還要提供最多四千人民票 台幼台幼一萬八千塊的集結獎金 但是豪叔本身有擁入他們的工作經驗 一年最多還可以拿到一萬人民票在直播做 台幼是四萬國的台幼 不過對臺灣的博理書團隊 認為這個誘因不夠大 COVID-19以後 這個缺工的情形 其實很多便宜都拿出很好的 這些有誘因的流認措施 費用都說到 甚至有八萬塊 有八萬塊 你說現在拿一個萬二至萬四 好啦 說萬二至萬五 這完全沒辦法競爭 有名將認為中國這次的費台措施 是在對臺灣進行通證 不過有學者認為新冠疫情過後 專給以後人員大缺工 如果是中國連日本都在 手臺灣的以後人員 占對國來以後人員 認為中國拿出誘因不大 沒有去引臨 而且也認為這是因為中國政府 也怕福建當地以後人員 會覺得不公平 加上香港環商中運動過後 臺灣的組織意識越來越明顯 跟臺灣人做董事 幾十毛紀錄 而且認為這些官員都是誘因不大 名叫無責官員 記者的阿蘇安康賓倩的報道 那麼厚 我們wasól Wright Win Win 感谢观看